我們繼續看聚合性的板塊的電影有哪些作用 下一個是告訴我說它擠壓 因為你說那個壓力 壓力就會讓你成斷裂 斷裂就會產生地震 所以板塊這類帶就是地震帶 請問你我們以前教過 壓一段什麼斷層 我讓你背 壓一段什麼斷層 力斷層 因為我的海都是吐下去 吐下去的關係 所以呢 它的陣緣深度就有個從淺緣到深緣的帶狀分布 專有名詞叫做班尼奧夫帶 不用管專有名詞 你只要懂這個意思就好了 就是說 因為我往下吐 所以這裡在深處隱沒 在深處斷裂 所以深緣地震 然後所以中緣地震 所以淺緣地震 所以有淺 一直到深 有一個帶狀分布 順著吐的方向 越吐那邊就會越深 這個叫做班尼奧夫帶 這個以前 那個北聯考過 但是北聯考的時候 你只要看得出來 它是聚合性 就有答案了 我把它改成說 你要知道它是向左邊吐還是向右邊吐 向左邊吐 左邊是深緣 向右邊吐 右邊是深緣 OK 然後呢 帶黃酸 也考過類似的題目 考過類似的題目 考過類似的題目 這叫做 有一個帶狀分布 帶狀分布 班尼奧夫帶 名詞不重要 就是告訴你說 有這樣一個分布的狀況 順著布的方向 越來越深 深緣地震 淺緣地震 OK 然後呢 擠壓 就有一個高溫 高壓 所以會有變質作用 這是叫區域性變質鹽 花東地區盛產大鯉鹽 就是這種作用 反壞擠壓區域性變質鹽 但如果更厲害 都會融化成鹽漿 變成有火塵鹽 另外一件事情 然後呢 這個乙墨的物質 然後這裡有火塵蛋 因為擠壓乙墨 重新融化變岩漿 所以就有火塵 所以板塊這一帶就是火塵蛋 這個火塵鹽 火塵鹽叫做安山鹽 國中程度 國中程度 外表上看是海洋狀物地的 出來的火塵鹽都是安山鹽 所以台灣 馬上就會交到你 台灣 海洋狀物地 安山鹽 日本 安山鹽 安山鹽 我們的蘭嶼綠島 就是跟這個一樣 所以也是 安山鹽 所以是安山鹽 安定斯山脈 太平洋跟南美 所以它也是安山鹽 安山鹽的名字 來自於安定斯山脈 OK 就是隱墨作用產生的 如果噴不出來 喜馬拉雅山那麼高 岩漿噴不出來了 在底下就會變成 所謂的花崗鹽 這件事沒有人考過 沒有人問過 所以你可以不知道 聽過就算了 但是安山鹽是會問的 台灣島正產的火山鹽 安山鹽就是這種 以墨作用 跟安定斯山脈的情況 是類似雷同的 雷同的就是 OK 然後呢 我們有一個 以墨下去 就會有一個 噴出來的岩漿 形成一個跟海溝 大致形形的 一系列島嶼 我們稱之為島湖 我們前面看過圖 好 有島湖 我們前面看過圖形 有島湖 島湖 OK 就是火山島湖 那這件事情 國中沒有教 你就看過就可以了 就是老的海洋地殼下去 然後呢 融化成岩漿 岩漿往上冒 噴出來的一系列火山島嶼 大致跟海溝平行 這稱之為島湖 OK 高中才會再教到他 國中看過就算 好 這邊有一個 影片動畫 讓你去看一看 海溝跟造船運動 那些情形 好 這邊是個海洋地殼 然後過去 然後呢 就引墨 消失 高失 海洋 海洋 最後終於會撞到 然後呢 就會擠壓 然後就折皺 隆起 就所謂的造船運動 這個就是 更是喜馬拉雅山的狀況 前面的海洋地殼 快都下去了 目前看到的是 陸地撞陸地 所以呢 下不去 然後就折皺 隆起成一個 巨大的山脈 各位看到山脈 OK 這就是 我們的 跟各位講的 這個情況 OK嗎 OK 很好